嗯 爷 喝药 哎 小心烫啊 爹 我今天实在是太忙了 这牢狱里死了个人 让我去验尸 这种种迹象表明呢 他都是病死的 可是有一个姓刘的大人 他对那脖镜上的细微抓痕 产生了怀疑 那刘大人特别逗 他还在那诗歌上 特意写上这么一句 说脖镜处有细微抓痕 你说这么点抓痕 也不至于致命啊 是吧 爹 你别着急 那些细节该验的 我都验了 那手指甲 我都检查过了 那抓痕就是自己所为 不是别人所为 爹 你怎么了 你 你要拿东西啊 我帮你拿 我帮你拿啊 那柜子是吧 你别着急 别着急 快 爹 是让我给你拿这个吗 嗯 嗯 这 这 我做手册 嗯 爹 是女儿大义了 原来这些毒虫 真能致命啊 杰杰 老爷 都准备好了呀 准备好了呀 走仨深深 你这个身子过瘋吗 老爷 你别看我胖 我体力好着呢 嗯 我让傅国泰找解释跟住咱们 人呢 怎么说 老爷 你看什么气啊 这个傅国泰恨你过分呀 我跟他说 让找点人保护咱们 就找来这么两个东西 老爷 你不是说了要目标小点吗 怎么你害怕了 老爷能不怕吗 老爷又不是神仙 不对 怕爷正诚 不过老爷您放心 人家傅大人可是在 暗中安排了许多高手 这两个就是牛面上的 再说了 咱就是个为父四方 只要不透露咱们的审费 就没什么问题 不光这个 咱们干什么就 你是办案子 就带着你 就带着这么两个东西 这能干什么 再说这有意思吗 我没有为了老爷 我再去给你找个女的 不是 不是办法啊 找谁啊 可是我上哪儿给你找啊 你脑子响了 应该带着谁啊 钦差大人 邱武座 你怎么知道我是钦差啊 刘大人您微名远扬 谁人不知啊 上次多有得罪 请您多多包涵 没事没事 不知者不怪 刘大人 我上次验尸犯了点错误 所以特意想跟您来当面解释一下 我能跟您一同去吗 你别说邱武座 我这刚才啊 还说想带上个帮手一块去 是吧 真的 但是呢 有两句话得先说清楚 第一 孟南姑娘 你今年多的岁数 回大人 我今年二十一岁 岁数挺好的 正式学习的时候 第二 可曾许配人家啊 孟南姑娘别误会啊 我是说咱们这孩儿里 风里来雨里去 如果许配了人家 恐怕是多有不变 回大人 孟南未曾婚配 那就好 那我们就一块儿去 有什么事 录不上说 好的 大人 走吧 走 你们过来 走 大人 刘勇走了 走了 邱孟南也跟着他去了 他跟去干什么呀 那小的就不知道了 何山呢 还没起来呢 不能再出任何事了 你多派人在暗中保护 以免再出疑问 是 那天是我自己查人太不仔细了 不仔细不怕 咱们再查 资造查出来 吃人一切长一智 大人 我已经都查过了 什么时候了 什么时候啊 昨儿晚上 然后我就将胡江的尸体给搬了回来 人家能让你搬尸体吗 那看尸人 吓晕吗 尸精 尸精 警察了一遍 有什么新的发现 手提